麵條起鍋放上糖心蛋蔬菜跟洋蔥點綴 注入燻滾滾的雞湯 隨著熱氣香味沖向鼻尖 乳白色湯頭看起來有點像拉麵 喝起來濃厚夠味 大口細麵超級爽快 搭配胡椒跟香料調味的蔬肥肌 鬆軟肥嫩的口感 有點台西混血的滋味 要做出這一味肺後功夫可不少 用麻油 橄欖油等四種油爆香洋蔥 直到變成有點透明的金黃色 就能轉戰大湯鍋 20副雞骨架子鋪底 加上拳雞跟蛤蜊一起燉煮 火力全開 大火要一路滾上3小時 接著小火繼續燜 最少要花上超過24個小時 它必須把它裡面的膠質全部都煮出來 這樣子一天之後 它才能夠呈現雞濃湯的形態出來 熬一鍋濃郁金黃 讓許多韜客馴香而來 店裡必吃的主打招牌 還有這一碗滷肉飯 肥肉油香不膩帶著順口甜味 半肥半瘦滷到通透 綿密又有點肉塊的口感 搭配酸菜跟粒粒分明的白米飯 是獲得桃園市金獎肯定的功夫好滋味 豪華三拼更是澎湃 腿仁味道都滷進去軟Q不爛 燒魚吸飽醬汁入口即化 醬汁跟滷肉的黃金比例 每一口都夠味又不死鹹 謝謝 謝謝 好 這菜要拌一拌 小小店面裡總是很熱鬧 穿著卡琪色襯衫 忙著在店裡送餐的葉成陽 過去是個負責不扣的理工男 做半導體設備工作 當年科技業正康前途大好 但他卻毅然決然轉行做餐飲 是因為在當兵的時候 在火房裡面當火尾採買 然後去接觸到這個 那一天慢慢接觸就會發現 其實它的變化很多 可以任由你去發展它的創意 要做就做創新的 不只把傳統的湯麵滷肉飯 變出新滋味 店面也很特別開在住宅區裡 看起來像個貨櫃屋 推開後別有洞天 輕工夜風的設計 點上極許暖暖的燈光 很多人吃飯兼打卡 大受年輕族群歡迎 我老婆比較OK 那她會有很多的想法出來 然後我負責去執行 像我們這個 這個一坐一椅都是自己 親手去打造出來 對不對 像椅子桌子都是我們自己做出來的 整間店手工打造 更多了一份質樸親切的氛圍 葉澄陽校長兼狀中 什麼都喜歡自己來 每天活在廚房裡研究料理 找出她自己專屬的獨門滋味 紅通通的先切辣椒跟蒜泥 蔥泥一起下鍋 仔仔細細翻攪 火候就是關鍵 沒有攪拌 它第一個 它的香氣不會出來 對啊 再第二個就是它會糊掉 所以你要必須一直攪拌 它才不會底下去糊掉 吃過醬很費工 很費工 至少要翻攪整整半小時 夾進特製的花椒粉跟中藥粉 小火慢慢煮 把湯汁收乾 濃郁刺激的辣味溢出 這股滋味讓很多人已吃上癮 跟招牌滷肉一起拌在麵裡 吸睛嘴裡 辣味蔓延舌尖 香香麻麻 越吃越酸 也能切一盤滷透的小菜 豆干 米血 百葉 脆腸 鹹香滋味吸附在裡面 單吃就很香 沾點辣椒更是爽快 本身就愛吃辣的葉陳羊 總共炒出四種不同口味的辣椒 像這碗捲麵搭配青花椒醬汁 QQ坦坦的牛筋滷成虎珀色 配上爽脆的高麗菜絲 又辣又脆口吃起來非常過癮 酸 甜 苦 辣 各種滋味的融合 就像葉陳羊多年走來的餐飲路 他的料理魂依然熱血 這股熱情還感染了全家人 跟著他一起打拼 家人就是說 真的好累 可是還是咬著牙 一直幫忙下去 對啊 那我覺得 無非就是家人 是你最後的後盾 當年的大男孩 某某董董 拿起鍋鏟挑戰料理之路 不遵循所謂的標準答案 而是隨心所欲 像個料理頑童 找出獨門的創意好味